时光清浅,为书能研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木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子女有没有出息 从吃饭便可以看出来 文章来自《老子道德经》 让我们一起来听 甲平蛙说,人一旦到了餐桌上 在高人眼中,就已然一丝不挂 深以为然,生活中一些微小行为习惯 常能窥见出一个人最真实的模样 特别是在一日三餐之中 一碟菜,一碗饭 滋养着我们的胃同时 也承载着我们的生活 所以,要想知道你的孩子将来有没有出息 看他吃饭就知道了 如果有不好的习惯 请及时教孩子改正 饭桌上我们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 有的人好吃的菜一上来就抢 有的人却要等到赚到自己时 才伸手去家 有的人往碗里尝很多的菜 最后却没有吃多少 有的人却珍惜粮食 不胜一粒米 有的人边吃边说话 吐沫残渣横飞 有的人却默默倾听 等到嘴中的食物咽下 这才开口大话 习惯见修养 细节察人心 许多时候 一个人在餐桌上的一言一行 往往也是其日常生活的缩影 古语变云 夫礼之初 是猪饮食 最初的礼仪 便诞生自小小的饮食之间 记得幼时在餐桌前 父母常会教导 吃饭不要抢 碗要用手端着 不要在盘中挑挑拣拣 这些尊尊教会 教会了你我最基本的吃相 也教会了我们最初与人相处式的教养 所以说 吃饭虽极为寻常 却如同一面镜子 可照出一个人的格局和教养 一个只顾自己的人 生活中也极少会顾及别人的感受 而吃相好的人 举止得体 落落大方 行事起来也会稳妥体贴 能为他人着想 所以有的人一起吃出了真情实感 也有的人在公愁交错间 距离越来越远 吃谁都会 但吃的体面 吃的让自己开心 吃的让大家舒心 却需要修行 需要从一双筷子的节制开始 一个在饭桌上懂得节制 有所分寸的人 骨子里必然有些高尚的灵魂 也会在人生路上越走越宽 曾经网友讲述过一个他家的故事 网友说 但凡去过他家吃饭的 都会感慨他家家教好 他家吃饭时长幼有序 没人抢时 也少有人劳费 而竹龙的规矩 都源自于他的爷爷 他的爷爷小时候家里穷 在一家富商家做帮厨 富商有几个儿子 但都没有经商的意象 富商便想在自家做工的小孩中 选出一个接班人 于是有一次过年 富商留了家中所有的工人 仅其家人一起热闹吃个年夜饭 许多家的小孩 看到一桌的佳肴 都哄抢了起来 唯有他的爷爷 慢条丝里 不慌不忙地慢慢吃 看到这样一个 与众不同的小孩 富商便问道 不怕最后吃不到吗 网友的爷爷说 我也很想吃 可去抢着吃 吃太快 吃太多难受的还是自己 商人听巴十分开心 便收了网友的爷爷做土地 后来网友的爷爷 也成为了家族中最富裕的人 古语有云 天下大事 必做于戏 做事 戏节决定成败 做人 戏微之处 能见寒养 人与人交往 少不了要在小小的饭桌上 工筹交错 所以餐桌虽小 但在一家一送之间 自有自己的规矩 期间你一举一动的变化 都牵动着自己的风水 都影响着别人对你的评价 古人便告诫道 吃有吃相 做有做相 战有战相 行于是 衣食住行皆是一种修行 吃相好的人 胸中自有一份静气 能抵挡住外界的诱惑 能稳住自己的心 所以 一个吃饭得体礼貌的孩子 早已在不动声色中 赢得好人员 在举手投足间 种下了成功的种子 让自己的人生之路 越走越远 三 好好吃饭 生活不会差 有句话说得好 一碗米饭 一碟小菜 都是通人性的东西 一定要好好对待 一个人对吃的态度 也是他对生活的态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作家许时林 曾陪父亲去看望 一位生病的好友 临近饭点 被好友留下来 吃了顿便饭 好友在家中翻箱倒柜 最后也只找出来一些面条 便准备做几碗汤面 他先是拿出四个小碟 预先细致的准备好一些 大蒜 酱油等调料 等所有人都陆续落座后 再将煮好的面条 放入其中拌好 小心翼翼挨个端到客人的面前 最后他才端起自己的那碗 慢慢地将面送入口中 细细品味 作家许时林说 那时的好友 虽身有疾病 面容憔悴 也只是穿着一件 被缝缝补补过 不知多少变的旧棉袄 但却脸带着微笑 神情极为祥和 人间烟火器 最腐烦人心 吃往往是对人最好的安慰 一个人即便身陷贫困 但只要对饮食 怀有热情与敬畏 生活也一定不会差 所以有出息的人 即便在吃喝最平常的小事当中 也会展现出自己良好的修养 平日里父母在关爱死你时 既要在饭碗中添加营养 也要在心中重景教养 好好吃饭的孩子 自己才有好身体 生活才有温度 人生才会有好福气 餐桌上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 正所谓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每一粒稻固 都凝结了无数的心情与汗水 唯有怀有一颗感恩之心 才能好好吃饭 善待食物不浪费 如此才能珍惜 今日生活来之不易 让福气得以绵延 餐桌上端正孩子态度 让其吃有吃相 孩子的吃相里 藏着他们历史的三观 所以从小 父母要端正好子女的态度 是孩子从中学会 替他人着想的善意 在餐桌上 有礼有节 有规有据 也会让孩子的一生受益 古人云不学礼 无以利 不懂得礼仪的人 难以在世间立足 所以真正有远见的父母 都应该从小就教会孩子 好好吃饭 让孩子认真的对待一粥一饭 也是为人父母送给孩子 未来最好的礼物 亲爱的朋友们 往后余生 愿每一个父母都能知晓 吃的智慧 在修身 修心 修性情中 修好自己和孩子的抚育 是啊 细节见人品 习惯见修养 吃饭虽然是一件 极为寻常的事情 但却如同一面镜子 照出了一个人的格局和修养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